市長謝果良一直相當重視通勤族的問題 在下班先鋒時間 特別來到台北的市府轉運站 了解1815的發車狀況 昨天又特別冷 風又特別大 再一個小時 然後到公司我又要請假一個小時 對啊 然後下班也是這樣子 滿滿的人 真的很辛苦 通勤族真的很辛苦 今天想辦法加班再開一些班次 尤其在1815 因為最近9026有點擠到1815的班次 所以現在1815也有 最近也比較嚴重 但是排隊比較久 還是一直都這麼久 最近好像比較 其實這陣子還好 在台北市府轉運站 市長謝果良與民眾一起排隊搭乘1815 與民眾交換意見 從6點45分開始排隊 大約花了十幾分鐘順利上車 最近這幾天 我們感覺到整個客運 都有排隊嚴重的情況 那所以我們早上在上班時間 我們到了9026的長庚醫院站 那的確是排了一會兒 然後乘車時間也很久 然後下班時間現在不只是9026年 1815也排隊排了很久 所以我們今天在下班時間 我們來了解一下 1815實際上的一個排隊時間 那我跟王處長最近都很想要 好好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也在跟公路總局溝通後 也在跟客運業者明後天就要繼續碰面 討論一些細節 我們最近也組了一些群組跟里長們 就是哪裡在早上動態的可以加派搬車解決一些問題 我也感謝包括國光在內的一些業者 都有很積極的協助處理現場的狀況 但是無奈現在的排隊的隊真的很長 所以乘客時間其實都等了很久 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要能夠讓這個情況有所改善 對 其實我們明天就要碰面 我覺得一定要研發出一個 一定要研究出一個 能夠紓緩現在一個排隊情況嚴重的一個情形 那我覺得總之我們會盡到最大的努力 我們也思考其他的方法 那我覺得一定要把這個排隊嚴重的情況 要想辦法改善 市長謝國良表示 近來民眾多次反映 在上下班時間很難上車的問題 他對此相當重視 除了期盼中央明代一起協助 近期內也會邀請所有客運業者到市府會商 希望以同理心思考 解決通勤市民的搭車問題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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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